让大家继续回来学习我们的VoE 那么在上来的课里面 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数据绑定 还有VoE的基础用法 并且我们可以学习了一些VoE指定 并且把一些指定的一个修饰符 也给你们讲完了 那么在这节课当中 我们主要要学习一个双线的数据绑定 那什么是双线的数据绑定呢 那我们都知道 在上来的课已经看到了 这个数据绑定的一些作用 那么数据绑定是不是就是 我们在这个VoE的构造函数里面 有个Date属性 我们可以通过双大块的方式 把这个Date属性给输入到哪了 是不是输出到我们的一个HTML版当中去 HTML版什么呢 就是我们VoE控制的这段HTML代码 就叫做HTML版 我们可以通过双大块的语法 把这个数据给输入到里面去 这个就是一个数据绑定 并且呢 这是一个响应式的数据绑定 那什么是响应式的呢 我们在上讲课的一个V-2 绑那个指定里面已经提到了 我们去改变这个数据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HTML版重新渲染 它的值也就是跟我们的一个改变的值所改变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数据绑定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数据绑定可能有同学就会问了 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它的底层用的是一个 Object Defend Properly的这个属性 并且它用了一个观察者模式 那么如果同学对这个底层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找我们的一个进阶课 进阶课里面都会对这个底层的一些圆码进行深度的剖析啊 其实这个数据绑定这一块对我们的一个面试当中会有一个参考的点 因为它会看你到底学这个框架学的到底经不经啊 因为我们学习一门框架不能仅仅是学习它的语法 还是要学习它的一些内部的实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幅法不多说啊 还是正式的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那么首先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双向数据绑定 那在这里面还是用一个例子来举例说明啊 那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去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文件 叫做index1.atml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把我们的一个VoE给引入进来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引入这个CDN的形式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DIV DIV它的ID叫做一个APP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有个squid的标签 然后我们写一个new一个VoE 然后我们是写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构造函数里面的一个参数通过一个对象去传 首先有个EL属性 EL属性就是我们VoE的挂来点 就是我们VoE代码要控制哪段ATML 把它变成一个ATML模板 然后剩下的是我们有一些数据 数据我们都在这个data属性里面去实现 假如说我有个数据是value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个我的名字 那假如说我想把这个value这数据给输入到哪了 输出到这个ATML模板当中去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双大括号的方式 把这个value给输入进去 OK 那么这都是我们上两个学习的知识 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input框呢 input框是一个文本框 文本框 OK那它是一个文本框 文本框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指定叫做V-半的指定 V-半的指定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数据输入到哪了 输入到我们这个DOM的一个属性上面去 因为如果我们直接写双大括号的形式 是不是属性它一定会把它变成一个字符串 所以说我们必须通过V-半的这个指定 把我们的数据给输入到我们的一个DOM节点的属性上面去 那么我们这个V-半的它的冒号后面是写你想绑定哪个属性 那假如说我想绑定这个value等于这个value的话 那它刚开始输出的什么 数就应该是刘鲁威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样 是不是就是刘鲁威 对吧 那么假如说我还有一个指定叫做V-2 是不是可以绑定一个事件 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input的事件啊 那我们每次进入的话都会触发这个事件 那事件我们说后面可以写一个事件函数 那假如说就是input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我们是不是应该在messers里面去定义啊 messers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个input的这个函数 方式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数据变成什么 变成我们的 我们让这个数据变成我们输入的东西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input这个函数 它会接受一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事件对象 我们给它接受一下通过even的这个变量 那在这里面我们说直接通过this去获取到data里面的数据 因为data里面的数据 全户会在vue的底层把它挂载到这个vue实力的最顶层上面去 所以说我们lays their value就可以获取这个value等于event their target目标上面的一个value OK 那么既然这个value变了的话 谁就变了 输入我们输出的这个value就变了 那还有一个谁变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v-bun里面的value就变了 那么来看一下 好不好使啊 然后我们输出这个123 123 是不是说明它好使了 并且如果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一个6V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value给输入到这个input框的一个value属性上面去了 是不是用这个value把这个input框给出入化掉了 并且呢 我们写了一个事件 事件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我们改变了这个html的这个模板 然后从而改变这个js里面的代码 其实v-bun和v-bun这个指令 你可以一起结合起来去看 那怎么结合起来去看呢 那我们v-bun是做什么 是不是把js里面的一个数据给输出到了我们的一个道姆节点上面去 那v-bun呢 v-bun是不是就是道姆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么是不是我们相当于用户操作的是一个道姆节点 是不是在这里面输入就是操作道姆节点 操作道姆节点从而改变什么 改变js里面的数据 那么他俩是不是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如果我俩我想只是两两步都实现了 他就是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那么双向的数据绑定 那如果我们这么写很麻烦 很麻烦 那如果我们想用一个简单简便的写法 因为这样的一个需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很多的 那我们怎么做呢 他给我们一个指令叫做v-model 这个指令 我们试一下v-model 然后后面绑定什么 就是绑定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就叫做一个value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刚才所写的这两步 那么这个messor的也不需要吧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首先第一步就是把这个value给绑定到input的什么上面去 value就属性上面去 所以说它的出入挂值是不是应该是刘鲁威 是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步是不是我们每输入这个 每改变一下这个input的dom节点里面的一些输入的值 是不是它就会把这个value的值改变 所以说我们这输出的value就变了 那么来看一下它现在好不好使 说还是好使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v-band的指令 是不是实现了两步 一个叫做v-model这个指令实现了两步 一个叫做v-band的 一个叫做一个v-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那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几点 双向的数据绑定 你写了一个made model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再写一个value 它就不好使了 它就忽略你写了这个value 假如说我这里面写了一个test 对吧 测试 那么它是渲染这个test呢 还是渲染这个流鲁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出台渲染流鲁威 也就是说它会把这个value的值给覆盖掉 因为你已经是双向的数据绑定了 你不需要再看这个value的值了 你再写一个value也是不好使的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呢 就是v-model 它也有它的修饰符 那修饰符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v-band 去绑定一个事件的时候 都已经提到了 那么修饰符就是可以让你更方便的去做一些 我们常做一些事情 像我们事件修饰符 是不是有一点prevent 可以你写一个点prevent 就可以阻止默认实践了 那dext stop呢 就是阻止一个mode 那像我们按键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我们想输入特定的一些按键 我们才触发这个事件 那假如说我们写一个点enter 就是通过按一个enter 才会触发这个事件 你触发别的一个键的包使 那么像我们还有一些系统按键的修饰符 像什么我们的control键呀 shift键呀 还有一些command的键呀 mac上面的command window上面的一个window键 那么这些键呢 是不是你要跟他们shift键和你按键一起输出 才会有一个好使的 才会触发那个事件 那么在这个v-model里面 它也有一个事件的修饰符 它也有一个修饰符 那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 点trim这个修饰符 那点trim这个修饰符什么呢 那么我们在原生的一个js里面 是不是用过点trim 是不是就是把首位的一个空格给去掉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 这个luluv和这个输入框 这块是不是有一个空格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是这个在atmr里面回车了 在atmr里面回车 是不是它就当做一个空格 也就是说在atmr你不管输入多少个空格 它是不是都会处理成一个空格 那如果你在这里面 什么都不给它隔开呢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就会 哎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这个luluv 你后面给它输出了一个空格的话 哎是不是在这里面 它这个后面就没有这个空格了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trim给去掉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我们在luluv后面输出一个空格 那是不是它在这里面有空格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不是通过双向的数据广定 输入一个东西 是不是我们这个value的值就变成我们相应输入的东西 如果你把首尾的空格都去掉呢 我们点一个trim的话 是不是这块这个value就不带有空格 如果我们不加trim的话 这个value就带有空格 是不是它就中间会有一个隔开 OK 那么这是有点trim这个修设符 可能在一些特定的一个场景里面 你会用到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点number 就是点number 那么这个事件修设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value上面输出的 所有的数据全部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数字 点number就跟你这个原生的一个pulseint是一样的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value给换成一个数字 假如换成一个27 那我先不加这个点number 就是你会发现它有什么的一个效果 那么现在是不是输出的这27啊 那么我们想看一下我们输出的这个27 是一个字符串啊 还是一个数字啊 我们怎么看 是不是我们有个type over 这个双双号二是不是可以写一个表式 所以说我们就type over一下 看一下这个value是一个什么 那是不是一个number 但是当我们在里面再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它就变成死菌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input框里面去输入的东西 全部都是什么 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 所以说你给它里面输入东西的话 它又会变成一个字符串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输出了一个27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一个字 那个数字的27 你一输入的一些东西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个字符串 那假如说我们把它给这个点number 这个修饰符给它放到里面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number 你给它加上123 它说还是一个number 它就自动的会把它这个数据 改变的数据给转换成一个数字 那假如说你改加一些什么 ASD字符串呢 就加一下字符呢 它也会给它转换成一个数字 就是plus int一下吧 plus int一下 OK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两个修饰符了 还它最后一个修饰符 叫做点lazy 懒惰吧 lazy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每输入一下 我们把这个给 太伯格给去掉 我们每输入一下 是不是它就会更新一次 对吧 在这里面 我们先把点lazy给去掉 我们每输入一下 是不是它都会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改变 对吧 那点lazy呢 你加上它的话 它就会只有在你 弹出了这个input框 也就是这个input框 失去焦点的时候 它才会把这个数据绑定 给它绑定到这个数据上面去 那么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 是不是现在包是 我一输入焦点 是不是它才好是 OK 那么这就是三个修饰符 那么在特定条件的话 它都非常非常好用啊 非常非常好用 那么我们这个双向的数据绑定也讲完了 那这个V-band和V-band 我们也就是深度的去了解了一下 知道V-band和V-band 是不是通过相反的一个方式理解 才会更好理解 它一结合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V-band 双向的数据绑定 把JS里面的数据给它绑定到我们的DOM节点上是通过V-band 那我们DOM节点发生了一个改变 那用户把这个DOM节点改变了 是不是就是这个V-on可以触发一个事件 触发一个事件 我们就可以从而改变我们JS的值 那么这个一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双向的数据绑定 JS可以改变DOM DOM反过来可以改变一个数据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双向数据绑定 那接下来我们讲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再说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HTML的一个操作 那假如说我有一个数据 数据是不是一般都是一个字符串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数据渲染成什么呢 渲染成一个DOM节点的话 我们想一想它应该怎么做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给它创建一个index2.atml 你们先想一下 我们还是把这个准备工作给它做一下 我们把这张过来吧 把这个全部都张过来 然后把这一步全部要了 然后squid的标签 这也不要 然后EL给它一个JingApp OK就完事了 那现在我们假如说有个数据 我们写一个Data Data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个数据叫做HTML HTML这个数据 我们就给它一个H1 然后-一个H1 然后我们写一个Hello 那如果我们想双数据绑定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把它给写到一个大括号 然后把这个数据给输出到这个DOM节点里面去 那我们写一个HTML 那你们想一下它应该是输出的应该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里面既然这么写了 我们想要做什么 说想把这个DOM节点给它输出到里面去 但我们来看一下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吗 你会发现 我们还是得打开一个新的一个页面 是不是 它是被它选上了一个字符串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数据 创造号号的一个数据输出的一个 默认的行为 什么呢 就是它把它所有的东西 全部当作一个字符串去给它渲染 为什么会当作一个字符串渲染呢 那在这里面 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好处啊 那么什么好处就是 第一 防止一个跨域脚本攻击 那假如说 你在这里面 ATMR输出的是一个DOM节点 那如果它直接按到DOM节点 给你输出到这里面去了 那假如说 有一个黑客把你的这个页面给拦截了 它这个ATMR和JS 是不是都是以明码的方式给你的 是不是你得把服务器的JS和ATMR 全部下载到你的本地乱七才能运行 因为它是一个明码的方式 那既然它是一个明码的方式 那它读取到你的JS里面 知道你是Vue记写的 并且知道你的ATMR里面 数据是DOM节点 它完完全全可以 把这DOM节点换成什么 换成Squade的标签 它换成Squade的标签 那么它在这个本地的轮软器里面 一运行这个Squade的标签 是不是可以把你当前 本地的一些页面的一些信息 全部发送到它的一个服务器里面去 这就叫做XSS 跨域的交易工具 那么所以说 使用这个DOM节点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行为 那么第二个很危险的行为是什么呢 如果用户去输入了 当然这个ATMR是不是我们给它输出到这个DOM节点里去呢 假如说你有一个input框 input框 你让用户去输入一个DOM节点 那是不是用户可以随意的去更改你们页面里面的一些内容了 也就是说这个页面是不可控制的 你不知道这个用户会把你这个页面给变成什么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所以说为了阻止这两件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防止跨域交易攻击 第二个就是为了防止用户去随意的更改我们的一个ATMR页面的DOM 所以说它就把它的一个输出的数据的一个默认行为变成只输出一个字符串 就算你写成一个DOM节点 它也给你输出一个字符串 那在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 当然有 那么这个问题那个方法就是DIV 假如你写DIV也是一个通过指令来操作 就是V-ATMR 后面是不是写一些表达式 我们就把ATMR这个表达式给写到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再刷一下 你会发现是不是有一个Hello 这个是不是当做DOM节点给输出了 在这里面还是 如果你使用了V-ATMR 既然它的默认行为就是想让你去输出一个字符串 那你给V-ATMR 你一定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数据一定一定是安全的 不能让用户随意去修改的 而且必须是隐藏好的 不能有一个轻易的跨域雕本攻击 所以说这个V-ATMR就指定 一定一定要慎重的去选用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给大家讲的话 因为可能大家对在一些日常生活中 日常开发中有一个需求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V-ATMR 但是在这里面一定要提一下 它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不安全的问题 所以说它的默认行为 就不支持这个DOM节点的渲染 所以说在这里面一定一定要注意 那现在我们再想一个需求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数据绑定 那么有个数据 是我们每一次改变的数据 这个ATMR都重新渲染 那假如说我就想让它只渲染一次 只渲染它的初始化 剩下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数据 我们不想让它再渲染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在这里面也是用到一个指令 叫做V-ATMR 那么V-ATMR的意思是不是一次 那么也就是它只渲染一次 那在这里面 我们假如说有个数据 DATE 那么我们DATE已经写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直接写数据就行了 我们写一个Message数据 那这个数据我们就叫做我的名字吧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双刀号 把这个给输出到里面去 我们写一个Message 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刘鲁威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里面刷新一下 是不是刘鲁威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给他一个Button 对吧 我们给他一个Button Button我们给他一个点击事件 V-A 一个Click 点击事件 点击事件后面写一个表达式 或者写一个函数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写一个表达式 让什么 让这个Message Message是不是Data上面的一个Message 我们等于什么呢 等于123 那么假如说我们点击这个Button的话 是不是这个Message变成123 那么这个数据是不是就会重新渲染 那么这个DOM也就会重新渲染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写一个ClickMe 去标注一下这个Button 在这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Button 我们ClickMe 是不是变成123 这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改变了这个数据 改变了这个数据 它就会把输出这块到我们节点也给改变 这就是想要式的一个数据保定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只想给他渲染一次呢 那么刚才已经说到 我们先用一个DV 把这个Message这个数据给他包裹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DV上面去增加一个 不是这个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增加一个V-1的指令 那么我们是不是指令后面都有一个表释 那在这里面我们不需要写这种表释 只是想让他只渲染一次 那在这里面你直接写一个V-1就OK了 那在这里面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刘鲁维 那我们现在点击ClickMe 那么你会发现 是不是在这里面他不会渲染 那么可能有东西会说 是不是这Message没有变成123 所以说他不会重渲染 那么在外面我们再输出一个Messag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再刷新一下 然后ClickMe 你会发现这个数据变了 结果没有绑定V-1 那就是假如说 你只想让这个数据有一个初始化的值 而不想随着你的数据的改变而改变的话 你就可以给V-1这个指令 那么好 那么好 那么接下来再讲一个指令 这节课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指令叫做V-F指令 用作为一个条件判断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可能有很多日常开发过程中 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DOM节点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 只渲染某一个DOM节点 那假如说我们有一个input框 input框右边 是不是可能有一个DOM节点 来显示你这个输入的用户名 是否是正确 如果是正确的话 是不是这个DOM节点是正确 如果是错误的话 这个DOM节点是错误 那么你可能就是写了两个DOM节点是正确 这错误全部给写到这上面去了 只不过你根据这个用户数的正确 或者错误 给他把它给不同的DOM节点给渲染出来 OK 那么我们都用V-E去实现这样的功能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新创建一个 atml 在这里面就是index3.atml了 OK 然后我们还是把我们的一个V-E给粘过来 然后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在这里面还是给个DIV 作为这个挂来点 然后就是ID是一个APP 或者是你给一个其他东西 那如果你给class的话 选择的话 就是用个点去选择 那screw list 在这里面我们new一个V-E 然后在这里面给他一个EL挂载点 就是一个井APP 那当然在这里面是用ID的方式去选择 如果你用一个class的话 在这里面就用点的方式选择 就是size的选择器 根据正常的size的选择器去写就OK 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三句话 我们三个PUHR 第一句话就是 假如说我们就在卖东西 卖东西是不是有库存呢 那假如说库存大于10个 我就显示一句话 就是库存有很多 有多少个正在销售当中 如果库存从0一个到10个的话 我就告诉用户赶紧买呀 库存不多了 如果是早于0的呢 换说就是没有库存了 在这里面我们写这三句话 我们再写一个P标签 然后再写一个P标签 OK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给他一个数据 数据就是储存的有多少个库存 那在里面我们就写一个 嗯 A terms 对吧 那在里面我们首先有20个库存吧 那在里面第一句话 我就是输出这个A terms 然后 有现货 OK 那么就是五 假如说是20的话 20有现货 20个有现货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呃 所剩不多了 快点买吧 OK 那么第三个就是 没有库存了 请耐心等待 OK 那么 假如说我们这三个现在券出来 是不是应该是三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是不是这三句话 对吧 那现在这个A terms 哎 是不是少了一个井啊 所以说他没有挂载到里面去 我们再开输出 是不是20个有现货 那么我们输出根据 应该是根据这A terms 进行片段 如果是大于10个的话 我们显示这句话 如果是一个到10个之间的话 我们显示这句话 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等于连个的话 是不是没有库存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用V-F V-F是一个指定 指定后面数也是写一个表达式 那这个表达式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写了 A terms 大于一个20的话 那么它就会显示这句话 大于10啊 都会显示这句话 那么这个呢 就叫V-else 其实就跟我们在JS里面 用V-AF 还有else 还有else 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A terms 大于一个1 那在这里面 它就会只去找 我们相应的 最近的V-F 那么如果 这上面这判断 是一个false的话 它就会往下走 是不是跟我们在JS里面 F-else和else是一样的 如果F判断成功的话 是不是就不往下去看 这个else-F和else了 那么在这里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A terms 大于10的话 它是不是就不往下去走了 那如果A A那个 这个V-F 后面的表达式 是小于10的话 小于等于10的话 它是不是往下看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判断大于1就OK了 因为走到这的话 A terms肯定是小于等于10了 那在这里面剩下的呢 剩下的是不是就是等于0的话 我们给个I-F 就是没有固存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是不是20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是不是20个有限后 哎 V-I-L-S 刷新 20个有限后 是不是只减是这一个 那如果我们给个 两个 看它会嫌什么 说所剩不多了 快点买吧 然后如果我们给它0个呢 说没有固存了 它就显示这句话 没有固存了 情态性能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条件渲染 根据你不同的条件 去渲染不同的一个DOM节点 那在这里面 可能有同学会有疑问了 我们如果去隐藏一个DOM的话 你们一般用 哪两个操作 说第一个操作 说把整个DOM节点 给从我们这个页面中 给允掉 对吧 第二操作呢 是不是就是把这个DOM节点 通过一个CSS属性 叫做Display 给它设计上NUN 这个DOM节点 是不是就隐藏起来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VGONF 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那在这里面 我们打开我们的控制台 看一下当前这个 DOM 你会发现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DOM节点了 剩下的是不是全部没有了 说明什么 说明是我们第一种方式 把所有的DOM节点给干掉 那么这个里面 就是VGONF和VGONIOSF 和VGONIOS的一个特点 如果你用它的话 你这些写的这两个DOM节点 它其实是从我们这个页面中消失了 什么都不管 给它给干掉了 那我们一会儿会讲 我们如果则如何通过Display 那给它去隐藏 也会有一个指定的 OK 那么假如说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需求 那么还有一个需求就是 我们在这里面有两句话 两句话 我们想通过同一个条件去判断 那么 很多同学就会说了 这还不简单 假如说我给个DIV 那我们把这两句话给包裹起来 一个P 两个P 你在这块去绑定一个VGONF 是不是就OK了 但是我不想这么做 因为我感觉这DIV是多余的 我只想去显示这两句话 而不想用任何的标签给它包裹起来 那么可能同学也会说了 很简单 是不是就VGONF 只不过你把这两句话 给写两遍 这个P标签上的一个VGONF判断 和这个P标签上的VGONF判断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OK了 那在这里面说也是感觉有冗余的 有重复的代码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我们先写这个需求啊 那假如说我在这里面 当我们的库存大于50的话 就给它一个注意 注意事项 那因为现在库存大于50很多吧 因为剩余很多 现在买 打五折 打五折是不是太多了 打八折吧 打八折 然后给它一个摊号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当大于库存 大于50的时候 给它提示一个注意事项 那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还是 A term 大于一个50 是不是会显示这个 那如果小于50的话 是不是这两句话都不显示了 那么在这里面再看一下 现在是不是没有库存 因为它肯定小于50的 那如果我们给它写一个51 再传一下 是不是51个有些摊号 注意事项 因为剩余很多 现在打八折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用了两个VRF 判断的是同一个条件 那我们还不想用DIV 给它包固起来的话 那么你们可能就会想到了 ATMR5里面有个属性 ATMR5里面有个什么属性呢 叫做 Template 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 就是它会虽然在我们 在这个ATMR5里面 去写着Template标签 但是呢 它不会渲染到我们 这个DOM节点里面去 那么在这里面来试一下 我们写一个Template OK 这个还不能自动生成 给它写一下 OK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包裹的东西 放到这个Template里面去 然后给它格式化一下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VGF 就不写在这两个PPL签上了 没有用了 我们就给它写到这里面去 OK 那么我们写一个VGF就OK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好包实啊 现在是不是51个有限货 并且你看着我们这个DOM节点 是不是Template并没有选择出来 是不是想达到我们的需求 既没有把我们多余的DOM节点 给显示到里面去 而且是不是还是实现了 同一个条件判断多个语句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VGF的一个基本用法 那当然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 你会发现 这个VGF 还有VGF 是不是会找最近的一个VGF进行判断 如果VGF是一个False的话 它是不是再往下走啊 也就是说这个P标签 必须是一个兄弟节点 比如说这几个P必须是一个兄弟节点 如果是你的父子节点的话 它就不会找到我们相邻的一个 它的一个兄弟节点了 所以说这几点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是一个兄弟节点 父子节点VGF和VGF 可能它就不好使了 那么这个就是VGF的一个使用 那刚才我们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隐藏我们的盗墓节点 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VGF这么使用的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盗墓元素给干掉啊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有一个Size属性的Display 那只有我们当Display设为NAN的时候 这个元素也不显示了 但是这个盗墓节点是不是在那块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VGF是使用的第一种方式 把这个盗墓节点给干掉 那么VGF这个指令 它就是用的第二种方式 它俩都是用来隐藏元素的 只不过它俩的实现方式不同 进用就是我们把这个元素干掉 第二种就是我们用DisplayNAN给它隐藏起来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用一个例子 来用一下我们这个VGF 然后我们P标签 写两个P标签 第二第一个P标签 我们就要做一个I 写两句话呀 M6V 第二句话我们就是I'm here 对吧 H1 对吧 Here OK 那么我们现在有个变量 这个变量就叫做一个 Ninja 对吧 是一个忍者 忍者是一个tool 那如果我们使用忍者的这个技能的话 是不是就是I'm just the way 给它显示出来 如果你没有使用这个忍者这个技能的话 它就是I'm here 给它显示出来吧 那我们在这里面给它变成I'm high的吧 我隐藏起来了 然后I'm here 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忍者的技能了 那么这忍者的技能怎么释放呢 我们给它一个button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VGF 一个指令 那就是一个点击指令 我们点击这个button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 Ninja这个数据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自身取反 那如果它刚才是tool的话 是不是它就变成一个false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是VGF 然后等于这个Ninja 如果是释放了这个技能的话 它就是一个隐藏的状态 然后如果不释放技能的话 我们就是VGF等于这个Ninja取一个反 就OK了 那在这里面就是NinjaSkills OK 是不是技能 那我们在这里面来试一下好宝石 我们刷新我们的页面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I'm here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Ninja是一个tool 那tool的话 这一句话就会显示 那如果我们它是Ninja是tool的话 如果非Ninja就是false 那这个就是你常状态 在这里面我们切换它 是不是I'm here 是我们释放了一个忍者的技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盗墓节点 它到底是直接把这个盗墓节点干掉呢 还是只是给它一个displayNin 在这里面就看到了 如果我们VGF后面的一个比拉师 是一个false的话 那么它就给它一个displayNin 用CSI这个属性给它隐藏起来 而不是直接把这个盗墓节点给干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隐藏一个盗墓节点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VGF 一个是VGF 那么VGF就是直接把这个盗墓节点干掉 VGF就是我们把这个盗墓节点 通过displayNin给隐藏起来 那好 我现在讲我们这个课的最后一个指令 那么这个指令就叫做VGF 那这个指令是做什么用呢 我们在这里面还是写一个例子来解决它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创建一个印带4.atml 还是放我们的例子的地方 然后我们还是给它生成一个atml 把我们的we给引用进来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挂来点啊 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div 给它一个id等于一个app 让我们的voe实力去控制这个html代码 把它变成一个atml模板 在这里面是我们得创建一个voe实力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你有一个voe 你有一个view ok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el属性 el属性我们写一个gin app 给它挂来到里面去 ok正如我们的一个操作都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有一个需求 什么需求呢 就是我们这个squid的标签 它是不是一个异步的请求 需要去一个服务器里面去取我们这个vue的库 那么取我们这个vue的库 可能你的网速很慢 那网速很慢可能导致你的个库 你这个库它加载的很慢 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squid的标签放在哪儿啊 我们把squid的标签放在div的下面 我们想一下 是否可能你这div渲染完之后 你这squid的标签这个view 还没给加载出来呢 那么在这里面假如说我写了一个数据 我们写一个message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给它这个date 然后写一样一个message 然后给它一个数据 我们就写一个lului OK 那么正常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渲染成一个123啊 渲染成一个lului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假如说我们这个vue实力创建失败的话 是不是也就是不创这个vue实力 这块最大那我们应该渲染成什么 是不是就渲染成一个双大号的一个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那假如说我们这个网速很慢 这个squid的标签 这个view这个库加载的很慢的话 那你去调用一个view 是不是它可能不好使啊 因为它在这里面阻塞阻塞了 那么它在这个这个squid的标签 它就不会运行 不会运行的话 是不是div加载完之后 就是这样的形态 那么来模拟一下这样的状态 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异步 我们给它一个set timeout OK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function 我们5秒之后执行这个方式 是不是后面写一个5000 就是5秒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执行这段 newvue的代码 那么我们这段模拟的意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假如说我们网速很慢的时候 我们view这个库需要加载5秒 5秒之后才有这个view 所以才会有这个squid标签的一个运行啊 才会去创建一个vue的实力 那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啊 然后我们等到5秒 说5秒之前它的一个状态 都是这种双刀号的形式 但是5秒之后 这个vue实力创建完成了 这个vue库加载完成了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绑定到我们这个 道姆节点上面去 这段HMR道姆节点就变成了HMR模板 那么它就会渲染这个div把数据给输出 那么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加载很慢的话 你是不是写一个双刀号的这种语法 是不是就算就相当于是一个乱码啊 乱码是我们不存 不想让它出现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指定 叫做vue库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先用一个div把这个message包裹起来 然后我们把这段的message给包裹起来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vue库 OK 那么这样这个跟我们的一个vue库万次的使用是一样的 没有参数也没有一些什么表达式的一个存在 你直接写个v-clock就OK了 那么这个指定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我们当加载完这个vue实例 把它变成atm-1之后 这个v-clock这个指定就消失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盗目节点 检查一下 你看现在 我们打开 重新刷新一下 是不是它有这个v-clock对吧 那如果它给它加载出来之后 是不是v-clock就消失了 你再看一遍 加载它 已经加载完了 是不是有个v-clock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atm-dome 是不是在这里面不是一个atm-板 所以说它就会按照这个区去渲染出来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vue库给加载出来 创建一个vue实例 把它变成一个htm-模板之后 它就会 这个v-clock就消失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什么呢 一个 script style 是不是写一些样式 样式是不是有个属性选择器 那么写一个中括号就是属性选择器 我们选择什么属性呢 选择v-clock这个属性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v-clock的属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vue实例 因为加载出来的时候会有v-clock的属性 vue实例一旦加载出来 一旦挂载到我们的tome节点上面去 一旦把它变成一个atm-模板 它就会消失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是一个display line OK 那么来看一下效果 因为现在是我们vue实例没挂载到上面去 所以说有这个v-clock的属性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消失的状态 因为我们给它设置成display line了 一旦它加载出来 说v-clock就属性消失 那么它这个属性选择技术选不到这个tome节点 那么它自然而然 它就是一个display的一个默认状态 就是显示的状态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课讲的这个指令 这一课讲的指令 那么下一课我们就要看一个重要的一个指令 叫做一个列表渲染 那么讲完这个列表渲染之后 再讲一些其他东西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例子 以例子来看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个程度 OK 那么我们下个下期再见吧